这个凭空突然冒出一座大岛屿 而且昊平哥 据说附近的这个居民 还不敢去那座岛上 到底是这个岛多恐怖啊 对 刚才社长跟有话哥讲的 其实就我们所谓的东方百慕达 但真正西方 而且世界大家公认的一个 神奇的百慕达三角洲的这个地方 最近居然有一个特别的小岛出现 因为在1996到现在 其实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去了三次 其实我们到当地 我就一直发现你知道 这个百慕达岛它本身就很奇妙 像个鱼沟一样 然后可是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忽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沙洲 如果大家去过澎湖到极背的话 你看极背的沙洲很漂亮 对不对 或者你到我们台湾西南 比如嘉义云林外海的外散顶洲 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是忽然出现 对啊 对 可能我们先来仔细看看 这个沙洲它非常的大 它总共有五千尺的长 而且有五百尺的宽 那么这么大的沙洲居然是忽然出现 而且更奇妙的是 你先来看这个沙洲 其实它附近这个沙滩 因为跟它陆地 其实它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照理讲是很安全对不对 对 但很奇怪 这边缺口有很多的长浪打过来 也就是说很危险 很奇妙对不对 然后更奇怪的是 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沙鱼在这边回游 照理讲 其实像这种沙洲的地方 沙鱼容易搁浅的话 它从头不会来 因为我们可能必须要了解一下 沙鱼的习性 它本身特别是像最危险的大白沙 虎沙 牛头沙 这些沙鱼是不能停下来的 也就是说因为它们身体构造 它没有办法像豆腐沙或胶沙 它可以停在那边睡觉 一般的沙鱼尤其会攻击 它必须一直过滤那个水 所以它必须一直动 即使睡觉它还有一部分 身体还要在动 那这个地方 可能会因为沙滩 沙洲让它搁浅 可是居然这边很多的沙鱼在回游 那让大家觉得说 完全不符合 包括了一个沙洲形成的现象 包括沙鱼出没的现象 然后所以当地的渔民 这些以前我跟他们都交手过 当地渔民是非常非常的 有概念的一些传统的渔夫 他们都告诫 千万不要接近这个沙洲 怪了 怪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沙洲 还被称为叫Sherry Island 就是雪莉岛 都有了名字 而且它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奇特 这边又有沙鱼 而且它的浪又很危险 所以我想这一点也值得我们 来了解 特别的注意 这么大的一座岛 这样凭空冒出来 真的是很奇怪 对 但是其实不止海底 天空也并不寂寞 天空也有 对 天空其实最近 从加拿大到挪威 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些 奇特的异象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是出现在加拿大 你如果说这个是叫 海市蜃楼 或者这叫空中的闪电 这叫一个地狱之门 我想好像都不为过吧 这叫闪电吗 你有沒有发现 这边在闪电 好诡异的画面 而且这个闪电 几乎是 我觉得连电影 我们都好像还没有 用电脑动画画出 这么有创意的一种 一种奇特的能源的 一种碰撞 对不对 太神奇了 你看这在加拿大 当时民众看到的时候 而且它从夜晚到白天 那有的时候看到 像是空中的 云端的海市蜃楼 然后有的时候就看到 是两股强烈的光束 中间居然还会有那种 电波的交流跟撞击 对不对 谢谢大家